他说郑州的暴雨是千年余雨吗 这个气象部门的专家回答他 说一天下了一年的雨 他没有正面回答他 他也没有正面的否认他 那么从那个 这是一个概率 这个概率的事件呢 根据这个郑州的这个气象台站的资料 他总共有60年的资料 你要推算出一千年的这个暴雨 这是一个很难的 如果大家学过什么用过计算机程序 比如说X2这样的程序的话 他有一个就是缺陷的 他会自动会缺陷的 你60年以外的外延的缺陷 他都是不可靠的 1975年这个河南水灾以后 那么这个水利部部长钱之音 他自己自己说的 说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用了苏联的这个暴雨的缺陷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不准的 所以呢我们犯了个大错误 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模式 他也是只是从60年的这个数据里面 来推出这一千年的这个 一遇的概率 这也是很不准确的 我们在大学里以前要做功课的 要汇报雨曲线的 那你往上扬一点 往下扬一点 那就差要差很多 因为它是一条往上扬的一条曲线 所以它就误差很大 说一千年遇遇的 你要作为新闻报道 这样抱在头版头条 这是可以的 这是引起大家的眼球 但是你在科学上面 你是没有能够被数据所证实的 肯定的 天要下雨 毛泽东说过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没办法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的观点就是说 这次的这个天灾主要是出在 这个郑州市的 它的整体的这个城市 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里面 我们知道郑州就在这个黄河边 大家都把黄河称作是母亲河 母亲河 但是郑州把不把黄河称作母亲河 郑州把这个甲鲁河称作母亲河 甲鲁河呢 是从就是郑庄水库呢 是在甲鲁河上游滋留的一个水库 那么它的水呢流到这个甲鲁河里来 甲鲁河呢从西南面往郑州这里绕了一个大圈子 往北这么绕一个大圈子 然后呢在潮南流下去 它是先水从南向北流 然后再绕过郑州的北面 然后从北边往南流 这么绕了一圈流进那个 这个淮河的滋留沙河 这么完成这么一个周期 那么甲鲁呢是这个元朝时的一个汉人 一个水利专家 他是智皇呢 说他比较有成效 所以呢就用甲鲁河呢来命名他 那么甲鲁河是这个郑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就是通道就是排水的通道 甲鲁河现在是修得很漂亮 他治理甲鲁河的时候 他就注意了只注意了一个字 美美美 就是让甲鲁河两岸的这个水井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甲鲁河的这个洪水的通过能力 据我所知应该甲鲁河的洪水的通过能力 只有每秒200米立方米 200立方米的水 那么在长庄水库泄洪的时候 他应该曾经到达过525立方米每秒 长庄水库的泄洪的这个流量 远远的超过了这个 这个甲鲁河的这个 能够通过的流量 所以最后的这个水到了郑州的中央 他就就滥开 滥延开来了 如果他是一次就是天灾的话 那么就是郑州作为一个平原城市 他的洪水是慢慢的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 就像你往这个杯子里倒水一样 水慢慢的往上升往上升 从下面往上升的 他不会形成一个流 这个河流就这么穿击的这个水流 而只有当这个郑州市上游 比如说甲鲁河上游的这个长庄水库 还有经过郑州市的这条 其他七条河流上游的所有的水库 同时泄洪的话 那么经过郑州市市中心的这条 这个流量就远远的超过了这个 甲鲁河的这个通过能力 这就是这次洪水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我再强调一下 郑州市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防洪的规划 6月1号的时候 他还刚开标了 说谁能把我们做一个流域规划 流域规划要了解这个郑州和甲鲁河的 这个洪水情况 这是郑州市的这个 在做防洪规划 方面的这个情况 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他是在这个防洪的这一招 这个上面呢 他是做的很差很差 而最后再强调一下 那就是说 这个河南省 他是在重复1975年 甚至是1950年时候的这个错误 他的水利工作 主要是在强调怎么样蓄水 来解决他的所谓的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就是到处建水库蓄水 而不注重于这个如果发生灾害性的天气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排水 他是能蓄得住水 但是排不了水的 这么一个情况 我的家正好在这次暴雨的中心 不是最最中心 但是是中心 我们是被就是就受到了这个暴雨的这个袭击 这个马路呢 也变成了一条小河流了 那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邻居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呢 也都是水啊 有的到了60个厘米的水的 就是受灾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那天我们正好就是 看着我们马路上的这个水 在我们家前面流过 这个水的高呢 差不多正好和我们家的这个车门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 那么我们家呢是没有进水 也没有受到这次的危害 但我们邻居呢 有的是受到了这个损害的 那么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和我们的电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受到这个洪水灾害的时候 德国的这些记者 德国的这些电台 还有自媒体 他就不断的在上传这个新闻的 就比如说像哈根的 哈根的这个 这个就是救火的队员呢 就是在行救的过程中 由于马路上的积水太深 水流太穿击 两个救火的队员呢 就失踪了 然后就开了这个 直升队去去找他们的 这个踪影也没找到 就是我们直接能够了解到 当时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这个邻居就在那个最最中心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 他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的 同步进行的 对我们来说 我们那一个晚上基本上也是没有睡觉的 那么对于德国来说 这一次是做得很不好 是做得很不好 德国在1999年和2003年的时候 德国就经受了两次大的洪水 那么是主要是在来云河上的这个洪水 而且两次都时间间隔的很近 当时德国人就开始反思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经验啊 一直被世界上认为是最好的技术 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像中国的治理的河流 很多都是从德国那里直接搬过去的 像河流的台湾曲直啊 河流的这个渠化啊 两边都用水泥给气起来啊 这个能够使得河流变着交通水道啊 这些都是从德国搬过去的 他们后来就发现不对 我们一百多年前的这个经验 我们的所谓好的东西 正好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河流的 这个洪水灾害的增加的这个主要原因 那么人们就开始反思 反思了以后呢 他就是就提出了 就是说我们要把一部分的空间退还给水 退还给水 因为那是水的空间 就开始往后退 人开始往后退 提出了就是和这个洪水共生存的这个理念 那么又提出了一个让河流重新自然化的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呢 是被中国呢 他是不被引入的 到现在为止他又不是引入这个河流重新自然化的这个理念 他不是引入的 但是呢他把这个这个理念呢 稍微包装了一下 换了一个更漂亮的这个名词呢 叫做海绵城市 这是从这里分出来的 那么德国这一次的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 从2003年以后 德国下来 由于修改了这个防洪政策以后 一向平安无事 很长时间没有洪水了 没有洪水 所以呢 大家都比较放松 比较放松 而且呢 还有一个呢 德国的这个洪水期呢 它不是在夏天 它的主要的洪水期在春天 当这个阿尔比斯山 当黑森林的融化的雪流下来的时候 和江河的这个洪水汇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德国的主要的洪水汇 而夏天它并不是主要的洪水汇 所以呢 人们也忽视了这个夏天 会发生大洪水的这个 这个危险性 那还有一个呢 德国最救灾最厉害的 它是一个他们叫做技术辅助部门 这是一个 就是非政府组织 它是有各界的各种人 就是你是开车的 也是会会什么的 你都可以来参加 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组织 那么在这次 也许是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以后 这支部队 它在救灾的时候 它就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那么受灾的最主要的是 在两个村子 两个很偏僻的村子 它被这个洪水给困住了 洪水困住了以后 这个滴好像是破了 因为这也是小河河河地 也是比较低 然后破的 这个淹了死的人比较多 所以德国这次最大的损失 就是它没有守住它这条 就是我们在防洪的时候 经济损失 我们可以通过软措施来进行弥补 但是呢 它要做到不死人的这条呢 它是没有做到 所以造成了德国的这个洪水 灾害了历史上的最大的这个损失 这是它所要反省的 那么德国的政治家们都纷纷地去了 因为就在我们这个州 那个在到了现场去 去就笑了笑的 那个是我们的州的州长 不是我们州的州长 那么总统也来了 总理也来都来了 那老百姓他们根本就 没有没有这种觉得对你们 是感恩戴德的这个东西 好像你们领导来看望我们了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给你们下跪啊 还是什么的 他们就觉得你们政治家是拿了我们 这个纳税人的钱 你们也干的是一份工作 是一份职业 你们选择了这个政治家的职业 就是你们就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为我们纳税人服务 那么你们做的不好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 我们不用感恩戴德的 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他没有到前线去的话呢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 有一个说法是不对的 就在长庄水库 在20号早晨10点钟的时候 湖南省的省长 郑州市的市委书记 郑州市的市长都在长庄水库上 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 他的情景是非常非常危急的 因为长庄水库是一个土之坝 就是土夯时的这么一个坝 那么他已经出现了管涌的现象 管涌的现象呢 就是说背面 就不饮水的这一面呢 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那么当时只是说出现了管涌 因为中文词有一个问题 就是单数和幅数是一样的一个词 读不出它是单数还是幅数 那么现在后来他因为过去了以后 他说他有13个管涌处 13个管涌处 他说他是自幅了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长庄水库的这个大坝 有13个管涌处 他就处理完了以后 这个水库的大坝也就是废了 他要大修或者大建 他在历史上已经修过两次了 已经修过两次了 所以说呢 这个领导呢 他也是去了 但是他不敢报 为什么只要他一报的话 这个老百姓就能读出来 就是说你们领导怎么都赶到那个 这个大坝上面去了 那大坝是不是要出事了 所以他不报这个事情 他不报这个事情 我们能看到德国和中国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灾情的这个信息 信息的公开数字 这是最大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了那个就是习近平 他做的一个指示 他做的指示说 他说个别的水库发生了溃坝 那么我到现在 我仔细的看了中国的这个信息 我没有看到有一座水库溃坝的 我只是看到了 有解放军拿着炸药区 要去炸出一个泄洪道来的 我到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习近平所指的那个溃坝 有一些水库溃坝了 他是在哪里溃坝 可见呢 就是习近平他掌握的信息 要比我们这些人 这些在局外看的人 他要掌握的多得多 所以他的这个信息是没有向老百姓公开 他自己亲口说的溃坝了 这个75年的时候啊 我和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 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巴控水库上有一个这个就交锋 那么当时巴控水库的反对者呢 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说根据香港的报纸 杂志报道呢 说这个1975年的时候板桥水库溃坝死了这个23万人 当时说的是23万人 那个这个魏清真说这怎么可能 现代社会死一万人呢 那消息就满天飞了 这死24万人 你说你说可不可能 怎么有这么可能的事情呢 现在的人也不能想象说怎么样死了 这个24万人他就是可以不报道的 对不对 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都已经经常的发生 我这里给你报道 看一个报一个数字啊 死的人时间和地点 2012年7月21号 北京特大暴雨造成79人死亡 你们听说过吗 你们听说过吗 死在北京的天子脚下 因为下场暴雨 死了79人 那次我记得大概是死了大概是一个人还是三个人 而且有一个人是一个记者 他是因为这个过这个一条下面的一个就是下坡的一个过道吧 他被水给埋在里头了 就是出不来了 他死了 这是唯一的报道 我当时看到的这个报道 也是由于他们这个北京西部地区的这个排水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